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做这个糯米丸的话 首先用小腰蛋 还有猪肉 还有一点糯米 因为家里面有那些白糯米的话 正泡一下 现在我用我们自家的这些鱼柴米 加点水给它泡几分钟 来 一块鱼柚 又有肥有瘦才好的 现在呢 先把这个咸�鸭蛋给它挤肉蛋黄就可以了 把刚才酒拌好的猪肉全部倒上来 放点酱油 放点蚝油 我都不喜欢放鸡精的 再放点酱酒 放点酱粉的 给它粘稠在一起 再加点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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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给它搅拌 好 差不多了 这些猪肉已经调了 已经腌制好了 我就拿一个咸蛋黄 放到中间 然后呢 就用这些猪肉给它包起来 好了 之后再粘上糯米 都粘上好了 再放到一个盆这边来 再放到一个盆这边来 漂亮吗 现在已经水开了 就放上去蒸 大概就是蒸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蒸的太久的话会变老的 哇 漂亮啊 再放点葱花 再放点葱花 开启肠啦 哦 看起来啊 哦 看起来啊 细味 色香味拒绝 哈哈哈哈 不要求我台词 哈哈哈哈 我只是小鱼刷而已 哈哈哈哈 来 来吃一个啊 哇好 好香 太好吃了肥燕 你赶紧过来 点瓶丝 哎 给你给你 做了一个点瓶丝 哎 给你给你给你 做了一个点瓶丝 刚刚看你吃的很香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它里面的肉呢 而且它嫩滑 蛋黄的鲜味 再加上糯米的糯香 真的非常完美 哈哈哈哈 怎么样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而且它这个肉质真的是 很嫩的 打得挺碎的哦 嗯 我现在就擦一下 嗯 这个有点辣椒 我想吃有点辣椒 哈哈哈 怎么样啊点瓶丝 这个肉丸子已经 色香味都有了 嗯 美中不足的就是 少了点 不够吃 哈哈哈 能不能再做多一点 我想说 能不能再做多一点 能不能做多一点啦 足够贵啊 二十手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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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它要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子 搞搞它 这就没好听嘛 那是真的香 嗯 嗯 饱了饱了 就是努力干活啊 下期就多一点 差不多 拜拜 拜拜 拜拜